季节受到亲近口 保护全民健康 云林县长张立善带领养猪户开记者会 抗议美国猪进口 猪农汉明代真的怒了 不满中央无预警开放美国猪进口 云林县议员提出有多名猪农将载着数百头的猪织 到总统府突袭抗议 我们服务处这边有统计的已经超好几百头的猪 那当然我们也想说 那我们随时集结也在这边再度的邀请 还是说呼吁我们这些猪农 你真的觉得想要让蔡总统知道我们真的是很预阻的 那也欢迎来我们服务处报名 尤其云林是全台饲养猪织投诉最多的地点 政府宣布开放美国猪势必对猪农生计造成影响 我们不能拿着贸易这样的一个外交来牺牲全民的健康 全国各地今天大概都联合召开记者会 那能不能听到民众的声音 中央政府悬崖热马改变这样的决定 现场更找来医师把瘦肉筋对人体可能造成的伤害讲清楚 各单位专业人士聚在一块意图怨气 如今云林县猪农打算带着猪织 北上总统府抗议 让猪一起游行表达诉求 记者李孟章 王百英 SNG小组云林采访报导